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3月28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本来想跟大家说一个正题 但是呢,我就看我这个手机的 现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 因为华为的手机真的是太好了 我就禁不住呢,要说两句 你看我这个华为手机和我用苹果手机 以及我用微软的这个Surface 它自己带着那个镜头 真的是千差万别呀 天地之差呀 大家看我视频呢,都知道 在我做直播的时候 我给会员专属直播的时候呢 用的就是我的电脑上的镜头 我有一次呢,也对公众公开了 那回呢,我因为操作不太好 本来想给会员专属的视频呢 结果就公开了 大家也看到了那一次 我就用电脑的那个镜头呢 简直就跟鬼一样 甚至比鬼还可怕 哎,我用那个iPhone的时候呢 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我就永远都掌握不好 那个iPhone怎么搞的 因为就是它自己 这个手机呢,它自己来定的这个光线 它自己来优化 说好听点呢,就是优化 说不好听点呢,就是它自己决定的这个 就没准儿,就不靠谱 有的时候呢,就还好 有的时候呢,就是跟鬼似的 比电脑能好一点 电脑永远跟鬼似的 苹果手机呢,有时候跟鬼似的 有时候呢,就还好 苹果手机好的时候呢 跟华为手机也是没有办法比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我这两天呢,刚刚买了这个华为手机 我就刚用了两天 结果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好评如潮啊 大家都说没写啊 你年轻了十岁哎 有的人说七至十岁啊 就年轻了二十岁 有的人说七至二十岁就年轻了三十岁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网友留言 更离谱 说你就年轻了四十岁 再离谱一点 说我年轻了五十岁得了 我就要回到我妈的娘胎里去了 但是呢,确确实实 这个华为手机 它这个优化真的是太好了 它不仅仅优化这个光线 它优化你这个皮肤 它美化你这个皮肤 我现在就根本就没有安装什么美颜软件 没有安装任何的软件 就是华为手机 它本身 就它这镜头你打开 就什么设置也不用 它就是这个效果 你看多好啊 我本来要说正题的 结果呢,我就忍不住 我一定得说一说这个 这华为手机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呢 华为首选的广告模特 对不对 应该是首选的广告模特 而且我这个对比呢 真是太强烈了 我这个效果应该是不次于 用那些明星来做广告吧 那明星就是天生丽质 他们怎么拍怎么美 对吧 他们不依赖于手机 但是我就不一样啊 我有时候呢 用我前面说的 用电脑的镜头呢 就跟鬼一样 永远跟鬼一样 但是用那个iPhone 苹果手机呢 就有时候跟鬼一样 有时候就还好 就是苹果手机呢 它也不能够保证 我们每次都好 就算是它好的时候呢 跟华为就压根没有办法比 华为呢 就没有不好的时候 而且呢 它也是不用我来调的 你不需要任何的技术 我就想一个老奶奶 现在用华为手机 也一样可以达到我这个效果 只要你这个轮廓 只要你别太胖 只要你别太胖 你要是太胖了 那也不行 对吧 你这脖子底下一大多的肉 然后你的脸呢 胖的全都下水了 估计也不行 只要是你的轮廓还在 你的脸型呢 你还保持的是 你原来的轮廓 你就没问题 你就可以年轻20岁 起码年轻20岁 30岁 你说我这个广告效果有多好 华为是不是应该请我来做这个广告 有的网友呢 还说了 你是不是给华为做广告 有一个网友甚至说 你要是给华为做广告 我现在请你为小米做广告 为小米做广告 我没有用过小米的手机 我也没有见过别人用小米的手机 但是呢 我就看到一些广告 小米的广告了 小米好像是在印度打开市场 在印度开展市场 那个朋友说 无论华为给你多少钱 小米我给你三倍的钱 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开玩笑吗 还是说你跟小米有关系吗 还是怎么样 你是认真的吗 我可是当真啊 不过现在来说呢 你给我三倍的钱啊 你给我三十倍的钱 你给我三百倍的钱 你给我三亿倍的钱 你不论你给我多少倍的钱 对我来说全都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华为不给我钱啊 华为给我的钱是零 那这个零 你无论你乘以多少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小学生 也知道这个道理 无论是多少乘以这个零 永远还是等于零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你看 现在效果多好啊 真的 华为 华为呀 还有这个小米啊 还有什么 Oppo啊 还有国内的一些 不管是什么手机吧 如果那些手机呢 也有华为这本事的话 都可以请我来做广告 尤其是华为 你用我来做广告 不比那原成东强多了吗 叫什么成东 原成东 哎呦 我刚才说错了哈 我就觉得不对劲 好像不叫原成东啊 我老公提醒我说 叫于成东 对啊 是不是比于成东要强多了呢 哎呦 我现在真的是 爱死华为了 还有人说那个 Oppo比较好 有人说 Oppo比这个 华为的手机还要好 说对于你要是说 就想用这个手机来拍照 或者拍视频的话 Oppo是最好的 我也记得看过那个 Oppo的广告 Oppo就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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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你的美 你就记住了这句话 但是呢 我还看到 有一个网友留言说 我以前就是用Oppo的 后来呢 就改成了用华为 自从用了华为之后 就再也回不去Oppo了 就爱上了华为 反正我现在呢 我只用过苹果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就是用苹果 给我带来了 好多的苦恼 然后呢 我就现在 就刚刚改用华为 现在我就爱上了华为 华为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谁能看出来 我已经是一个 55岁的标准大妈了呀 谁能够看出来呀 对吧 绝对是我自己 横看竖看 就在镜头里 你怎么动 你怎么动 然后就全都是一个 高中生 全都是一个高中生 我真的是应该早就改用华为 其实我早就想用华为 大家如果是一直看我的节目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因为加拿大的手机啊 是两年一签合同的 两年签一次合同 当你签合同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一个手机 会有很大的优惠幅度 给你一个手机 我是去年到七的时候呢 我就想去买一个华为手机了 但是当我去买这个华为手机的时候 他们那个店里面就没有华为手机 正好就赶上孟晚舟的这件事情 当时呢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呢 就是有了矛盾 中国呢 就制裁加拿大 加拿大呢 也在暗暗的制裁中国 当时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 加拿大呢 把华为手机给下架了 有可能是吧 但是呢 他们是不认要承认的 他们是不承认的 那在去年 我的手机掉期的时候呢 我就到店里面 本来想去换一个华为手机 那我去了之后呢 店里面就告诉说 没有华为手机 然后店员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华为手机 我当时就告诉他说 我就是为了拍视频 我就是为了那个拍照 拍得更好一些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那你要是为了拍照的话 你还真应该 还继续使用这个苹果手机 因为华为手机 永远是在这个苹果手机的基础上 是在基础上 它是不会有突破的 苹果手机有突破 它有突破 苹果手机没突破 它没突破 当时店员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我当时听他一听了 我就觉得说 好像是有道理啊 而且呢 他那个店里也确实是没有 店员倒是跟我讲 如果你执意要买这个华为手机的话呢 你可以去大城市 去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 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住的那地方 我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市 一个只有五万人口的一个小城市嘛 但是呢 那会儿是Christmas的时候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呢 是有好多优惠的 我不能等着 我等着到多伦多的时候呢 我再去买 就是到那时候一些优惠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就当时听了那个店员 就又买了一个iPhone 结果呢 这个iPhone呢 又使了一年 又折腾了我这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啊 对吧 去年的Christmas嘛 就是前年的Christmas了 就是孟晚舟出事的那一年 现在呢 已经是一年零三个月过去了 所以这点时间呢 给我折腾了够呛 我现在呢 终于用上了华为手机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 那会儿如果就用这个华为手机的话 你说 我就给大家呈现了 这一年多的视频 都是美美的 让你们养眼 多好啊 好 这个视频呢 等于说是专门为华为做广告 免费做的一个广告 如果我的这个视频的信息 能够传达到华为 或者小米 或者其他的OPPO什么之类的 那些个手机的公司 做决定层的 领导的耳朵里的话 你们考虑一下 用我来为你们的手机做广告 这是一个最好的广告效果 比那些明星要强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